一般感情到了什么程度 就必须要及时止损呢 下面四种情况 如果你遇到了 一定要及时止损 不然你会越来越痛苦 当然我要强调一下 我说的止损 不是你要分手或者离婚 而是你必须找到对的方法 好好的去改善这样的状况 不然你不仅会越来越痛苦 而且这个日子到最后 可能真的很难过下去了 第一种 当你感受不到爱的时候 要及时止损 我常常在后台 接到这样的私信 小鹏老师 他这样是不是不爱我了吗 小鹏老师 他烂样是不是不爱我了吗 说实话 你只要开始问 他爱不爱我 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就是你感受不到爱的表现 爱啊 是根本不用问的 也不用怀疑的 你自己是一定会感觉到 和知道的 第二 你的状态变得越来越差 要及时止损 伴侣真的是一个人 最好的护肤品 一个好的感情 会让你脸上有笑容 眼神变得温柔 但是一段让你觉得不舒服的感情 会让你每天愁眉苦恋 眉头紧锁 不开心 一定会让人老得非常快 因为你心里堵啊 你委屈啊 你难受啊 所以你吃饭吃饭不香 睡觉睡觉不踏实 你每天琢磨的事情就是 他为什么不和我说话 他是不是外面有情况了 为什么我的付出得不到回报 糟糕的感情很折磨人 让你根本无心好好生活 当然状态就会越来越差 第三 相互防着的时候 要及时止损 我知询过很多这样的家庭 一般看起来上交公司卡 或者每个月给家里拿钱 但其实分红奖金各种理财 甚至买房子 另外一方一概不知道 还有那种要看对方手机 很可能啊 很多人会说了 夫妻就应该看彼此手机 但是好的感情 是一方主动让着 一方主动不看 但是坏的感情 是一方死活要看 一方死活不让看 所以理解吗 互相防着 就是信任根本没建立起来 这样的感情 对人的伤害 其实是最大的 第四 就是整天冷战的 一定要及时止损 说句话爱搭不理 要干个事完全不配合 想吵个架都吵不起来 这样的状态 我真的负责任地 跟你们说不正常 千万别骗自己 说谁家都这样 好的感情 真不是这样的 冷漠就是感情出问题了 而你还在说大家都这样 就是在为懒得动脑筋 懒得解决问题 找借口 冷战就是因为相处的方法 一错再错 但是夫妻俩又不愿意 去调整和改善 最后才走到了这一步 所以如果你想日子 好过一些 自己舒服一些 你们的感情能长久下去 遇到以上四种情况 必须对症下药的 好好去解决问题 千万别觉得 搭伙过日子算了 相信我 搭伙的日子 长久不了 有问题不解决问题的人 也无法幸福 感谢您的感情